目前我所在的地方是在土耳其的地震重災区阿德雅曼 根据土耳其災害与应急管理局的初步统计 目前已经有超过了一万一千栋的建筑物倒塌 土耳其地震灾区范围大到吓人 但往官方建筑看是惊人对比 这个是在阿德雅曼地震重灾区的政府大楼 看到了吗 它完好无缺 但是它的对面全部通通都被震倒了 破碎成了这个样子 政府大楼外观看不到一块砖头剥落 直挺挺站为原地 但才隔一条马路的民用建筑却成了一片废墟 这讽刺的景象让灾民怨气飙升 这些人都已经有20厘米了 但平常是有40厘米了 这些人都已经有20厘米了 这些人都已经有20厘米了 这个布偶是灾民从废墟当中强拉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小孩的最爱 其实早在1999年的时候 土耳其当地政府就已经有明令规定了 有关于建筑物的抗震系数 但很可惜落实的并不好 不只数不尽的民宅倒塌 TVBS采访团队也直截了穆斯林寻找心灵寄托的清真寺 同样挡不住强震侵袭 阿德亚曼市区一座每天平均有300人到场祷告的清真寺 墙体倾倒严重崩塌 因为州长办公室没受到强震影响 工作人员收到指令 用漫场推车将古兰金等重要物品 推到一公里外的政府大楼暂时存放 面对无情天灾 灾民未来得靠宗教力量重建家园 TVBS新闻徐梦杰陈上炉 土耳其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